我家有綠幕 我家也有欸 我家還三個 哈哈哈哈 但是 我跟你講 我平常上課是 帶曬衣架上課的 全台只有我帶曬衣架上課 只有我家曬衣架 平常在家曬衣服 對 然後有空的時候 跟我出去賺錢 哈哈哈哈 對啊對啊 曬衣架 因為 藍綠幕 不是要撐起來 那你想看看喔 如果我們是照 上面這個方式 不管是這個方式 還是這個方式 請問你可以帶著走嗎 如果我在教室現場 我是不一定要請同學 或老師到我這裡 才可以享受到這個綠幕 那我用曬衣架 不好意思喔 現在人工很貴 哈哈哈哈 曬衣架 你要用給撒起 我做我的 你做你的 我不用在後面拉著 在後面拉著手會痠 還有兩個人服務你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我都是在曬衣架上課的 如果老師對曬衣架有興趣的 我看一下 給你看一下這裡 這個我是中正大學的 給你看一下 沒有感覺到我上課有認證 沒有感覺到我上課有認證 所以要找 那個 找我的影片都還蠻容易的 真的這樣組裝起來有沒有 對啊 就這樣就好了 不然我怎麼好意思叫兩個同學在後面拉著 然後我來上課 對對對 其實現在有另外一套 Print Lab Studio 它是藍衣膜不用的 對對對 我就裁切一下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這男同學不行了嗎 對啊 對啊 因為它本身是什麼顏色的 藍色 是不是藍色的 所以這個就是 你會發現電視台的那個主播 不會有藍色或綠色衣服的關係 現在大部分都是 螢光綠比較多 因為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這兩種顏色 我們的那個藍綠幕 為什麼要藍色跟綠色 因為這兩種顏色在人的身上比較沒有 所以如果你拍的不是人 那就看情況 就是說你可能是拍物品啊 那可能就是那個背景的顏色 就要看那個東西適不適合這樣子 OK 所以這樣老師應該就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公寓善局勢 要怎麼樣 對 很好 大家現在太久沒有講成語 所以要接融一下 所以你的工具也要準備一下 對不對 我們已經幫大家省那麼多錢了 所以 還是要一點點投資啊 那麼 你現在看到這個環境 大概就是我在家裡面 上課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 呃 建議大家一定要雙螢幕會最好 就好像你們現在在這邊 是不是一台廣播一台自己操作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 像我一般電腦教室 我一廣播大家都被我控制住了 你要 比如說你要做筆記啊 要操作練習 可能就會受到我螢幕的影響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那我現在的環境是像這樣 就是雙螢幕 那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大多數的環境 通常你的雙螢幕都是不同牌子 甚至不同尺寸 對 你看我們現場好了 你的筆電跟那個螢幕 是不是大小不一樣 對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螢幕上去的時候 那個字的大小就不同 然後你在轉移勢力的時候 你就要重新對焦一次 這個會有影響喔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像我在前兩年 有沒有 他們在那個促銷的時候 前兩年不是那個資訊產品 過剩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 不景氣啊 然後就是價格一直往下調 我那時候就很下心買下去了 一台24吋的超薄的 才3000粗而已 我一次買兩台 剛好 因為我剛好螢幕有點壞掉了 所以我就買兩台 你看我原本是這樣 有沒有不同廠牌 是一樣大小啦 但是不同廠牌 因為不同廠牌 事實上那個顏色是不是也會不一樣 所以真的有差 所以 我像這個在教室的 在林東的教室 我們現在教室機也都是雙螢幕 然後這間教室更橫一點 直接拿繪圖板當雙螢幕 對對對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就加一個繪圖板 好 沒有那個都是以前的設備 哈哈哈哈 以前是長這樣子 同一間教室 然後改裝前改裝後這樣 哈哈 對啊 那這樣就更好了嘛 對不對 好 只是以前都是像這樣就是 不同牌子啊 這是老司機齁 就是在這間教室的 所以說 比較麻煩 那我後來就是 買 像這樣子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不用再買這一台 事實上 這一台不見得現在買得到 就是已經過期了嘛 但是它很薄 那是真的 你看我兩顆 兩顆螢幕都一樣 有沒有顏色長的都一樣 就是說如果老師比較注重這個視覺上平衡的話 我會建議買兩台一樣的 即使兩台一樣 說真的顏色不會完全相同 更何況不同牌子 哈哈哈哈 這樣老師大概理解我的意思 你需要一橫一紙嗎 把它立起來 欸 沒有 一橫一紙 比較不好用 應該是行政 對對對 行政很會需要啦 因為有些 那個公文直視的對不對 就很長 你要 或者像那個醫院裡面 我們看那個S光啊 對對對 那種它就要直的 橫的反而比較不好看 因為它要上下移動 對 那你看像這個 我那個就是很薄 那個好處就是這個螢幕很薄 好 所以如果老師剛好 你有預算 然後也有打算要做的話 你可以考慮看看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是搭配筆電 我在家裡面 我可能就會像這個 就會像你看到的三台螢幕 也就是說 我可能其中一台 中間這一台 就是廣播 或者是投影出去的 然後右手邊這一台 可能就是我看大家的對話 那另外這一台就看 可能也許有LINE的訊息 要注意一下 類似像這樣子 這樣有比較沒用嗎 看股票 看股票都沒有那麼沒用 好 那當然老師如果覺得說 不太習慣 像我都是用滑鼠去畫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寫字 我們還是鼓勵老師用手寫版 要不然你的手會不會去 哈哈哈哈 不是電腦會不會去 是你的手會不會去 所以像我還是有一個這個熟寫版 如果說我真的想要書寫的話 我就用這樣 因為滑鼠比較適合畫 但是不太適合那個 那鍵盤我還是蠻建議大家 是外接出來會比較好 對因為畢竟筆電 現在是因為筆電放回頭正前方 平常我怎麼放在旁邊 我要這樣去打就不方便 而且大的鍵盤其實比較好喬 如果你常常在打字的話 還是有差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把設備 像這樣螢幕 然後手寫版 再來最重要的 老師你要有顏值對不對 所以 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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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網路攝影機非常的重要 因為大多數我們筆電的 網路攝影機 都是比較就是 100 第一個它沒有廣角 第二個可能在畫質上面就是中等 不一定是很差但是就是中等 第三個比較糟糕的是它的位置 來老師你的網路攝影機都在哪個地方 正前方 正前方 螢幕上方對不對 對 雖然是在這個上面 但假設這是一台螢幕是在上面這裡 欸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華碩跟那個微星 有出一台 是螢幕在 螢幕攝影機在螢幕的下方的 對對對 我一直在想它要幹嘛 哈哈哈哈 它應該不是用來拍人的 因為螢幕在那個下方 你這樣看 會怪怪的 當然你可以就是 它的想法 我覺得有一個成立是說 你放在上面有一個缺點 你老是用鼻孔看著 哈哈哈哈 因為它是這樣上來的 有沒有 所以你會覺得 看人家的那個 尤其是看MIT 它如果又沒有廣角 你常常會覺得說 喔它出的頭很大 然後又常常這樣看著 嘖 喔 這樣 呵呵呵 感覺心情不太好 所以為什麼大家要不開鏡頭 也有它的道理 那 你看 如果今天 一般 就好像我跟你講話 我們大概就是平視 或者稍微由上往下 所以它如果坐在下面 可以解決的是剛剛那個問題 不會用鼻孔看的 因為你就是看著螢幕 看著螢幕 然後就看著你操作這樣子 可是 我是覺得在螢幕下方 還是太低了 那 所以 這個是我們要解決 那再來就是說 有廣角跟沒有廣角 你覺得有沒有差 其實有差 你看像我這個鏡頭 其實我是放在這裡 好 即使我放在這邊 你會覺得我的頭很大嗎 比較不會 因為 這個 有廣角 那它的廣角的話是 比咖啡多一點 我們咖啡到85度而已 對不對 齁 這個廣角到95度 95度大概就變形 還在可接受範圍 只要有廣角都會有點變形 但是 這個還算可接受 那一般來說的話 像我今天 我有多帶幾個網路攝影機 等一下呢 老師可以試看看 像一般我們 大部分老師可能會想要用那個邏輯的 邏輯的就是 名聲比較好 上槓 下槓都有出名 但是 邏輯的 第一個 價格比較低 人家都在降價他沒降價 所以像這一台 他有廣角 他78度而已 可是呢 他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就是 畫質也沒有比較好 但是價格一樣 3300 從他開賣到現在都3300 那我現在用的是原缸的 原缸的 這個 羅技買一台 他買兩台 而且畫質還比較好 那我可以實際切給老師看一下 就是我來換另外一台網路攝影機 就是有照著各位的 有沒有 你不知道 我有一台照著各位的 C的 在這裡有 你看 好 那一樣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顏色比較沒那麼銳利 但是如果切成我這一台 切回我的 白白都成這樣 但是這個銳利度會比較夠 就是他會比較鮮豔 比較鮮豔一點 那再來就是他是有近視緣的 蛤 羅技這個 他會自動對焦啊 所以他們兩個坐比較遠 就有朦朧眉啊 哈哈哈哈 離我這樣就有一個朦朧眉的 因為他只能對焦1.5公尺以內 你有沒有感覺 比較 更後面的同學 更後面的老師 你有沒有感覺後面是模糊的 有沒有 只有張老師 有沒有最清楚 哈哈哈哈 這樣有感受到的嗎 哈哈哈哈 我平常上課都是兩個螢幕啦 因為這樣就可以一個造學生 一個造老師 所以我常常在上混層 哦就可以 對對對對對 就同學可以自由選擇 就是 看他是要來現場看老師 還是要線上看老師都好 這樣 我們都不反對 不過最近被那個學校打槍 說老師我們沒有申請遠距的話 你現在不能開放遠距上課 哈哈哈哈 這樣 因為我前兩 上個禮拜 我們夜間部上課會點名嘛 他們校就是在教室外面點 5個 3、40個 結果來5個 他說那個我全校 到課率最低 13% 他都沒有看到線上的 哈哈哈哈 所以被打回票 好啦 反正沒關係 我都可以上沒差 我們只是方便同學 所以這樣子 軍備 競賽 可以嗎 老師我也要投資的 我建議啦 最 最少最少你要網路攝影機 如果你要再更好一點 當然你的麥克風 就是比如說你要有那個 指向性的 那種 比較好的 其實那個有差 你就比較有那個廣播主持人那種 就是厚度 我們一般網路攝影機就是 聲音就是比較平平的這樣子 就一般 跟你用那個錄音 手機 不是美晶美晶 就是那個 那個麥克風 對對對 因為有指向性的 那個有差 對對對 我們一般手機啦 或者是網路攝影錄下 就是平平的 他們比較沒有那個深度 就那個聲音的厚度這樣子 兩百塊的 老師就不要考慮了 那個真的不行 如果你特別在意顏值的 不是指求有 呵呵呵呵 就請你不要考慮兩百塊的